我們整個的論文門的調查 我們是非常周年的 這個發展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同樣在倫敦大學轄下的一個 國北科學院 可以提供博士的口試委員 包括外部口試委員 那麼為什麼同樣在倫敦大學轄下的 倫敦政界學院 他確定不願公布 內線訊息 然後找了結果就說 這是蔡英文個人的data 我們現在在查 並不是說在查說 到底蔡英文有沒有博士學位 或是博士讀文 我們現在在追蹤 在進行努力的方向是說 怎樣讓倫敦大學跟倫敦政經學院 能夠真誠的來告訴我們這個真相 承認他們錯誤了 承認他們沒有說真話 然後向我們清清楚的說 蔡英文他沒有博士讀文 也沒有博士學位 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那可以跟我們聊聊一下 這次發現的新資訊嗎 因為這次好像是從調查案外案的 示威權之中發生 我們整個的論文門的調查 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系統化的把所有的 蔡英文造假的證據 連我們講到論文的證據等等 甚至證書的真偉 我們都有科學的見面 所以我們不在意說 社會權那到底說了什麼 或者說他就護航蔡英文 去年的時候 台灣有新成立一個 一個媒體叫做林傳媒 那林傳媒 她是在11月 去年11月份的時候成立 然後她發刊的日期是 2021年的12月1號 洋洋灑灑的做他們自己的分析 然後說真的 她分析的專業程度 然後密度 嚴謹性 國籍 根本都是不及格的 但是呢 因為這件事情讓我想到 是不是可以藉由去查看那個 示威權在文童大學 柏培克醫院的一個 公主博士修業情形 然後呢 是不是可以查出說 她的她是不是外部委員 可以接入這件事 讓我心情靈感 但是自私所會這樣做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說 我稍微看了一下 示威權她的 公主博士學位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 也真的非常不尋常 她那個2019南大學位 2018博士 可是呢 她之前在台灣的 整個職業的生涯 都一直在那個官場上 當陸委會主委 還有當新北市的什麼 新發局的局長 等等的 而且都是沒有中亂 那怎麼會馬上 2018年就緊接著就一個 就一個博士的博士 所以這個過程呢 我雖然目前為止 我更不懷疑她的博士學位 但是這個過程呢 讓我走過這個博士 博士經歷的人呢 我是覺得蠻奇怪的 就會查了那個英國校方啊 就倫敦大學北克學院的一個 那個他們的 Information Officer 他們也是非常好的 好像負責的跟我講 就是說他的 這個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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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有兩個嘛 有兩個嘛 然後呢 一個就是台灣大學的 夏爾駐教授 另外一個就是 博貝克學院的 他們本身的教授 那一部分 他們叫做 Adam Jerry 他們並不認為就是說 博士、博士委員是一個 Personal Data核酷的影師 他們不是的 他們願意公布就表示說 這個是可接入的公共資訊 至於我也在提一個 英國自由資訊法下 我也提問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思維權 他公布博士的一個 修業的期限 是多長 他什麼時候進入國北科學院的 關於這個問題 那個博貝克學院的一個 他們的資訊 或者那個Officer 他就說這涉及到他個人的 個資、影師 所以他們不可以公布 所以很顯然 經過我跟博貝克學院的交涉 他們就很清楚劃分 就是說有些資訊是屬於 Personal Data 那有些資訊是屬於 可接入的公共資訊 可接入公共資訊 所以就是我剛剛跟妳提的 就是他的 普世委員 一個下注 有一個就是 Adam Jerry 這兩個 那這個東西 這個發展 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同樣在倫敦大學 那些俠下的政經學院 他卻不願公布 以逆行訊息 然後找了結果 就是說這是 蔡英文各種的Data 各種的影視 不能夠介入 那博貝克學院的資訊自由法 跟那個 倫敦政經學院的資訊自由法 就像倫敦政經學院 就是說妳們應該要豐富 參與的博士委員 如果真的有 那如果沒有的話 沒有個博士博士委員 沒有個博士博士 這個政經學院 你也應該要成親嘛 不是嗎 那如果說 如果大學 就是說繼續耍賴的話 那只好就是提報到 英國的資訊特務官辦公室 就是ICO 我們要讓ICO看看 那個博貝克學院 怎麼樣處理這件事情